家里的钟表换了以后不用再花钱去修了 其实呢我们只要自己买一个这样的表心给它换上就能修好 买个这样的表心呢价格非常便宜 三块多钱一个你看还是康巴斯品牌的 而且呢三块多买一个表心 它还送表针还送电池这一整套 现在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钟表如何更换表心 首先呢我们换之前呢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钟表给它先拆开 先把这个把它反过来 然后呢周围这一圈全是螺丝 我们先把上面这一圈的螺丝给它拆掉 拆开外壳 把螺丝都拆下来以后 然后呢把这表再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然后把这个框子拿掉 接下来把这个玻璃面包给它拿下来 开表的时候啊是从前面往后拆的 拆到这儿以后呢 然后把表针给它拔下来 这些呢都是在上面插着 直接扣住它 一拔就掉了 你看拔掉之后 然后呢在表心这个位置是有个螺丝的 我们找一把钳子 把上面这个螺丝给它扭松 我们看扭松了以后 然后啊把上面这个螺丝给它拿掉 这个螺丝就是固定表心的螺丝 还有这个钳子 还有这个钳也给它拿掉 拿掉以后然后呢反过来你们看 这表心就拿掉了是吧 非常容易是吧 这就拆下来了拆下来以后呢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新的表心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以后啊 然后接下来把这些一整套里面带的 它有表针还有螺丝都有 我们把这套新的给它安装上 先安装这个垫 然后再拧这个螺丝 然后用钳子给它拧一下 然后来安装表针 先安装时针 就是这个最短的 时针的方向一定要对准12点钟的方向 对准好以后啊就这样 往下边一按就可以了 按完以后开始安装分针 也是一样对准12点钟的方向 最后把这个秒针也装上 也是对准12点钟的方向 让它三个重合在一起 然后呢 把这个玻璃我们再给它安装上 接下来然后把这个框子再给它装上 然后呢我们再把后壳上的螺丝给它拧上 到最后呢把电池安装上 然后呢把这个表给它调下时间 就修好了 非常的简单 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只要三块多钱换个表层 就可以修好的方法 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样哦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